大家好 现在山西大同 现在我在的位置是大同的站前广场 走我们去参观一下这个老火之站 对面看到的就是大同站 这三个字写的还可以 但是我感觉还不是最佳状态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字边上有毛刺 这个毛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应该呀 我上次看到有毛刺是一位 是那个人他年龄大了吗 他写的字就会有毛刺 这个字看得出来边上也是有毛刺 我说的这个毛刺就是一撇一落一横一竖 它不垂直 就是因为手抖才造成的 这大爷在干嘛 从河北一直到这边 好多地方都有像这样的大爷 大青长的不睡觉 在那里喊 如果你住的地方正好他在这里喊的话 那就严重影响你睡觉了 我也搞不懂 这就是吃饱了以后 在这里需要大声的喊 才能注意消化 战前广场 这是老火车站 1914年就建成通车了 后来经过几次升级改造 最近的一次改造日期是2015年 重新改造好以后 估计能用几十年应该没有问题吧 上面那两个时钟时间是正确的 8点06分 这个铁栏杆有点多余啊 这几个字写的 确实感觉是手抖了 是吧 你看到没有 就是那个不管是一撇还是一辣 应该是80岁 80岁写的字 但是看着又不像 80岁写的字不可能 这么工整 它这个是工整当中 带着点手抖 也不排除是电脑 故意把它做成这样的 是吧 也有这种可能 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我到时候出发 好像就是在这边坐车 在这边坐车 到时候是9点半的车 我可以坐公交车过来 但是公交车一定要提前坐 因为它路上 路上还是比较慢的 主要是人太多了 这趟车坐的人特别的多 往这边再走一走 公交车它还不在这边 公交车你看这门口没有 一辆公交车都没有 公交车它都停在这个附近 其他的地方 想要坐公交车的话 还得走 这里参观完 等一下我们再坐车 去下一个景点 天天都这样 蓝天一片云都没有 常说的蓝天白云 在这边是看不到的 很难很难看到到蓝天白云 我都搞不懂 这边有很多同学妹子们 在做兼职 这辆大巴车写的是 二连到大同 汉宁县 塞 这些地方都没听说过呀 这都什么地方 看一下大同站的正面 后车厅 两个市中 有的城市他喜欢写个城市的名字 后面不加站子 我觉得加一个站子会更好 这个字确实毛刺太多了 看着感觉不够完美 就是手抖 你看后置厅的三个字 他就没有什么毛刺 是吧 那是电脑打的嘛 那上面字明显毛刺太多了 就是手抖 估计写字的人 至少在80岁以上手抖了 手年轻的时候 四五岁的时候 一般的大师们写的那些字 不存在像这种有毛刺的 行 大同站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